7月15日 中國長春長生生物科技公司被國家藥監局通告 所生產的狂犬病疫苗存在記錄造假等違法違規行為 並被勒令停產 此前該公司的疫苗已經爆出多例傷害兒童事件 甚至導致兒童殘廢或死亡 但是家長維權都受到打壓 上訴無門 毒疫苗受害家長透露 長春長生的疫苗曾讓很多孩子受到傷害 公司至今沒有任何賠償 2010年 王海蘭的兒子接種了長春長生疫苗後致殘 八年來的醫療費高達17萬多元 他到北京上榜多次被拘留 2015年帶孩子去北京看病被判刑 公開資料顯示 A股上市公司長生生物的主要獲利來源於子公司長春長生 該公司創立於1992年 所生產的狂犬疫苗和水痘疫苗位居中國第二位 2017年共銷售2078萬支狂犬疫苗 中國市場佔有率高達25% 新唐人記者熊斌 伯妮採訪報導 2017年共開資料和水痘灘分架